有编制的问题 觉得他都不在编 就想打算把他请走了 李苦禅就急了 李苦禅 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认知 咱们是老同学老朋友 当年 我没饭吃 我就找蒋介石 他说现在 蒋介石管不了我了 我得找你 你得管我饭 当然后来 那个 那个 李艳说 我爸不会这么说 我们就不管了 当时文化部的部长是毛顿 上面跟毛顿说 中央美院这事 这个不要 把他们这些老画家 给他裁决 毛顿这个指示下来 正好我爸在这个 采文化系 我爸说 恢复花鸟科吧 因为我爸跟这些 都是老朋友 也想怎么也得 保下这些人 后来才把他们 都保下来 都保下来 都保下来